做了媽媽以後 就有非常非常大的步驟 也不是一瞬之間就決定我要重振 是慢慢的生活的累積 從公園然後從土地的議題 藝文的議題等等的 你去看到市政上的一些不清不楚的地方 最開始是一個蠻大的溜滑堤 突然被拆掉 那時候我都還沒有意識到什麼狀況 只是小孩問了說 為什麼要拆掉 那要蓋什麼 只是為了要回答小孩這個問題 我想說這個問題應該是非常簡單 所以我們就1999啊 市政新鄉就這樣做 然後發現 越詢問下去 事情越不單純這樣 因為你會受到公部門的阻擾 然後還有一些很奇怪的答案 反而是那些答案勾起我們好奇 然後就是去研究下去 那時候聽到親子共學的朋友說 欸要不要出來選舉 然後那時候想的是 怎麼可能不要鬧了 但是把那個自我否定跟自我設限的念頭 先壓住以後 剩下的讓他去浮 看會浮出什麼 越想就越覺得 Why not 就如果我們希望是 系統性的改變 狀況的話 市議員是一個選擇欸 而且我們還想過 政治就應該要講到連 連歐巴桑他都知道你在說什麼 然後覺得這個政策 這個法條是跟他有相關 他需要一起來了解 然後他不可以只是被別人決定好的一個角色 過 protection 主持人 學院 解釋 學院 感谢观看